Hello大家好,我是小小米 由于最近在忙小米看不聊手办的事啊 所以更新频率呢有点不太稳定 希望大家谅解一下 那这期节目也是值过好久来和大家聊聊高达 自从去年高达40周年公布各种企划以来 其中最矚目的肯定还是这个建立于恒兵的一笔可动高达 而这个项目的愿景是挑战梦想 让高达动起来,让世界动起来 所以相比之前的七八或者是独角兽 这次的恒兵七八重点就是让这个18米的庞然局务动起来 那么与之相应的,万代码肯定是推出了各种的模型周边 从十万扭弹到拼装再到合金成品一波给整全了 作为预热先行发出的拼装板则是分成了1比144和1比100两种比例 虽然官方并没有明确规格 但是大家都懂的嘛 基本上是对应了H7和RE 所以为了方便介绍呢就先这么称呼它俩了 价格分别是25000人员和3600人员 定下来说呢不是特别贵 但是目前在国内基本上很难原价入手 建议大家再等一等通贩 咱们就先来简单看看这两款模型有啥特色啦 先来看看配件HG的配件包括了特条件、替换手、常规武器以及格纳裤 而RE的几乎和HG的一样 不同的是格纳裤变成了支架 同样的两款都没有附属罗子快乐筒 不快乐啦 再来看看造型 这次红臂七派一进攻部就遭了各种吐槽 虽然大地外轮廓比较保守 但是遍布全身的各处刻线以及色查分色 显得非常杂乱 甚至还有人职户 龙套索设计师打入万代类部啦 不过青菜萝卜各有所爱嘛 毕竟18名的旁人居物就和日常所见的飞机外壳一样 需要使用各种小块儿 凭借外甲才能方便安装制造 所以各种刻线也算比较显实 其实当初30周年开场781比1立像攻部造型时 也被无人玩粉丝吐槽过 最后还不都是真相 另外关于这个样式的告达 官方给出的型号是RX78F00 有别为我们熟知的老祖宗RX78-2 这里官方还给出了一小段设定 在0079的阿巴巴控战役中 阿摩罗索驾驶的RX78-2最终仪式 然后在位于极东地区的联邦恒兵工厂近郊 突然发现了RX78型的大量机体部件 在秘密经过了两年研究分析之后 最终组装为RX78型的机体 并命名为RX78F00 所以横斌的这台高达既是78又不是78 真不愧是霓虹眼 可以一本正经的燃起中而之魂 看位模型无论是大的还是小的 两款78在外形上都没有什么印象 只是两个平衡的脖子都有点短 看上去有点缩起来的感觉 对比30周年的造型可以看到主要是摇根细了 脚部也小了一圈就显得很纤细 而外甲表面自然也是还原出了实物上的各种刻线 由于是1比100的比例 RE的细节量看上去很自然 不算太违和 而HG的线条就显得更加密集更粗胖 如果直接剩线的话 看上去可能会脏脏的 所以我们省你的这两只就直接透了 没有剩了 另外关于分色 即便是1比100的比例 也没有做出实物上的色差分色 开盒就可以看到一张巨大的补色贴纸 完全可以称得上使着盖地狱 而HG直接连贴纸都省了 附属的一大张贴纸大部分都是用在格纳裤上的 本地则是基本的高达配色 不组装的话和一堆七八放到一起 基本上就分辨不出来了 希望日后能推出MG或者是RG的规格 来还原这些色差分色了 不知大家有没有发现 其实从1980年的第一款RX七八塑胶模型开始 脑祖宗几乎每隔10年就会更新皮肤 而一次次造型的更新 往往也会印象到之后的大体设计 来到Gunpla40周年 以去年发售的七四年文首 万代今年真的是推出了相当多的七八 19女看到了当场龟家喊店 不知大家买了多少个呢 收到买买买 那么本期节目也是非常感谢拼多多的伴侣支持 目前拼多多的百亿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 手机打开拼多多APP 再搜索南中输入暗号22290 点击加码狂补 即可进入活动主会场 各式各类商品任意挑选 总有合适你的那一款 这里呢 选择了大家评论里比较关注的数码类查明 例如选择耳机 Apple AirPods Pro 大家可以在活动期间 领取200元的轴口优惠券 是不是感觉赚了一个亿 对你其他电商平台的同款价格 可以说是十分的优惠 大家拼单的话 整体的优惠力度也会更强 而本次活动会场来的所有商品 也都交中国人保财险 负责承包 保证绝对正名 假意配时 所以往期拼多多的百亿补贴活动 还是非常稳的 另外说开数码产品 吃穿玩用 各类产品都能在补贴活动中找到 感兴趣的朋友 可以直接手机搜索2290 或是点击视频左下方的链接 直接进入活动会场 近期想买什么产品呢 都可以先去活动里挑一挑啦 下完了 那接着来简单看看这两款的细节和结构 1比144的这款呢 基本上是H7常规表现 没有RG那样细碎的分件 所以组装流程就很短 部分关节虽然看似和普通78有差异 但实际上依旧使用了H7的通用PC键 可动性也达到了普通H7水准 需要提一下的就是 这次78F0015就没有考虑到核心战机 所以两款模型都顺其自然的忽略了这个结构 万代 计划通 虽然这次1比100的比例没有标注规格 但是毕竟没有骨架能够设计 所以把它称为RE好像也没有什么毛病 不过只要做出骨架的话 就实物这样的骨架 感觉还原出来也挺寒酸的 而模型整体的结构没有太多亮眼的地方 都是RE的常规设计 基本上就是一个大号的HG 但是对比1比144 这个大号的HG在细节和设计上就显得更加烤精 从头部看起 这次七八的面相没有太多魔改 RE版头部的火神炮得到了独立分色 同时眼睛也做出了分剑 下面的徐丁龙和两侧的散热孔都是镂空的 回看HG就没有这待遇了 RE节目的前话讲可以展开 里面的内构发现出了食物的造型 另外可以看到 左右肩甲和膝盖的末端都有红绿色的贴质 这里是直接参考了现实力飞机记忆上的红绿信号灯 这个细节在HG上也有所体现 虽然看似不起眼 但也增强了机首的真实性 下面胳膊的水平旋转关节和食物一样 直接改到肘关节处 就外观来说 感觉还是挺诡异的 肘关节看似只有一段 其实两个比例都是照例给出了双动 所以可动上问题不大 这里值得一提的就是造型手 毕竟有食物做参考 所以对于结构和细节的刻画比较细致 机械感满满 下半身两个比例最大的不同 还是给说说大腿 食物在可动演出时被捕造最多的 就是大腿外侧的连动机构 R1虽然没有骨架 但依旧怀孕了出来 连动时的效果感觉问题不大 没有出现食物时那种空洞感 至于HG自然就只觉忽略掉了这个连动 在脚踝部分 R1版给出的造型是个球状外观的关节点 而HG则是常规关节 虽然可动上差距并不大 但是包括这里可以看得出就本体而言 还是1比100的版本会更加还原出1比1 食物的结构和细节 1比144的版本相比则是简化了不少的细节 所以如果只是追求机械本身的细节表现的话 1比100应该是目前最好的选择 不过HG当然也不会是一无十处 酷属的格拉库才是这款套件最大的亮点 整体结构非常简单 但也是一定线图上能还了食物造型 准备啥的走道可以简单活动 不过食物应该有三层才对 表面的白色部分需要使用到补色贴纸 看说明书真的是非常夸张的数量 支架部分可以靠地带的滑槽前后移动 这部分没有固定可以直接拿出来 支架上的细节量非常多 底部可以看到运作时使用的轮胎组以及缓冲结构 后面更是连楼梯细节也还原了出来 拆盖就寄屁股上的盖子后就可以装上去 放回格拉库里就能模拟出食物的样子了 可以看到助理的机体是直接悬空的 毕竟1比1食物所有的移动都是依靠后面巨型支架 机体本身也是没有直接站在地面上的 阿姨虽然没有格拉库 但是给出了一个支架 造型一样沿用的食物 和HG的基本没有什么区别 不同的就是这次脚终于是可以踏实了 其他部分造型也很简单 不过背面给出了收缆槽 可以实现所有配件全部收缆 HG虽然没有给出收缆 但是直接把配件丢地台里的话 也能算是强行收缆啦 最后观点呢来看看武器 对面造型风格和本体保持了一致 表面追加了大量的细节刻线 背面的细节刻画更为显示 两个比例的结构完全一样 握持把手都需要自行插把安装 光束枪虽然细节很多 但是由于色彩比较单硬 看上去也很普通 光束军刀追加了一个神灰色分剑 其他比较常规 另外无论是HG还是RE 附属的武器呢 都可以直接挂载到支架上 挺方便的 这两款横平七八作为预热线线产品 看得出来方方面面都有时候不少可以提升的地方 不知道是时间太仓促 还是后面有更多的坑得着大家 毕竟脑皮在30周年时前脚刚推出HG 后脚立马用RG这个新系列引爆胶圈 希望每个二度 2020简直就是七八年 各式各样的七八一个接个蹦了出来 这都到年尾了脑皮用PG2.0轰炸全场 不管怎么说还是非常期待这个极拼装部40年精华的产命 这一顿操作看似接近尾声了 但各位同学别忘了 还有一个真人版 嗯 奇怪的七八还会增加吧 大家有什么看法呢 欢迎在留言区讨论哈 今天的节目就是这些 我是小虾米 咱们下期再见了 拜拜